要用这个刘辉呢 他的这个数学故事 来告诉你这个极限的一个手法 那24.2来讲呢 我们就看一下 这个极限呢 我们到底是怎样来做的 所以今年的第22章呢 我们已经学了这个函数嘛 对不对 这样子的一个写法 那我们 趋向于某个值的时候 我们要计算他的那个fx会是等于什么值 所以这里的看起来好像很 很什么呢 觉得看不太懂的话 我们来直接看立体就好了 OK 所以这一题来讲呢 他就如果你的函数是x平方的话 我要找当x趋向于2的时候 我的x平方会是什么值 那你会看到的是你会 他 他用计算机用列表的一个方式 他先算x√等于1.9的时候会等于多少 1.99又会等于多少 所以越来越靠近2的情况 所以当然你你这一题来讲 我们放2进去2的平方就会等于4 2的平方就等于4 但是呢 真正这个极限呢 我们不是要看在那一个值 这个x在2的时候是什么值 而是要看他的之前跟之后会趋向于什么值 OK 所以他的这个概念比较不一样一点 他不是看准准的那一个点 而是看他靠近 靠近他的那些点 所以其实来讲呢 你可以看到他先带1.9 再带1.99 再带1.99 所以你会看到越来越靠近2 然后我们不看那个等于2的时候 我们只是看越来越靠近2的时候 那个整个的fx的数会怎样 然后呢 我又超过了一点点 我又变去2.1 我又变去再靠近一点 就变2.01 再变2.001 以此类推 然后也会看到的是 他的数目呢 也是越来越靠近4的 这边会靠近4 这边也会靠近4 所以最后才可以得到一个结论 就是说 他的limit x 趋向于2的时候 x 平方就会等于4 那在看这个 这个坐标图的时候呢 你会看到的是 他整个是一个连续的一个函数来的 就是说他是没有断开的 没有断开的 所以这一个的极限的值呢 是有的 这就是有定义的 有定义的 OK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 limit的一个概念 就基本上 所以有时候呢 你会看到上课的时候 刚刚开始上你可能不理解 然后可能很像说一整段话 你不懂他是在讲什么 所以我们简单的来看 所以我课本是写得很像很长 所以如果有些东西写长了 你就看不太懂 我把最重要的东西 讲解给你听 这样子 所以整段话我就不念了 那我们要看我们要看这个limit值到底存不存在的话 我们是要看他从左边 很像这个手法一样 我们要看他从左边越来越靠近的时候 还有右边 右边就是大过他的值 越来越靠近 所以我们的写法是这样子的 比如说那个是2 X趋向于2的时候 我们是要看他X趋向于2 右上角我们写一个负 是代表了他从左边那里approach他 如果右上角写了一个正 代表他从右边approach他 这两个值如果相等的话 那他的这个limit的值呢 就会是等于这两个同样的那个值 如果左边跟右边不相同 那他的极限就不存在 看到吗 OK 所以有没有例子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例子 OK 那我们要研究X的这个趋向于1的负 就是从小那边越来越靠近他 然后从正那边就是 从大比他大一点点 然后再越来越靠近他 看这个值到底会趋向于多少 比如说这一题来讲 这题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题型 因为当你放1的时候 1的平方会等于1 1-1会得到0 分母就是1-1也会等于0 所以0除以0是多少 在数学上来讲呢 我们的分母如果是0的话 那整个东西呢 是没有定义的 所以他是没有值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呢 你不可以带1进去 如果你带1进去 他就是没有一个 没有值 但是如果我带0.9 有没有 有 0.99有没有 也是算到 越来越靠近他 你可以看到呢 每一个值都有 只要他不等于1 只要他不至准准等于1 我都可以算得出来 OK 所以你会看到整个的trend来讲 他越来越靠近1的时候 这个fx的值越来越靠近2 越来越靠近2 这个是从左边 这样我们来看一下 从右边 从右边的时候呢 1.1 比他大了 对不对 1.01 1.001 越来越小的时候呢 你的fx的值呢 也是越来越靠近2 所以也就是说呢 他左边approach 跟右边approach 都会相等于2 很像说这个是负 然后他会等于2 然后他是正的时候 他也等于2 那因为左边跟右边 都等于2的情况 所以他这个极限呢 我不写任何 没有正负的 看到吗 没有正负的 也等于2 OK 所以这一题 这个 这个小节 我们到底要怎样 去回答 那个问题 我们就基本上呢 就是从 左边 我们先计算左边 我们再计算右边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左边是不是等于右边 如果是的话 那他就可以找到 他的limit的 真正的一个值 这一题来讲呢 如果你看他的 这个坐标图呢 他会是一条直线 但是在这个点的时候 他画了空心的圆圈 为什么他画了空心的圆圈 意思是说 他不可以等于1 当你的X带 一进去的时候 他整个是没有定义的 所以在这一边 理论上来讲呢 他等于1呢 是没有值的 所以他是空的 但是limit的值存在吗 存在 因为左边跟右边 都会靠近2 所以他有limit的值 但是他没有X等于1的值 OK 所以这样子可以理解 我们的极限来讲 我们不是 你可以看到的 这边有写到 limitX趋向于X0 他跟X 直接放这个X0进去 是不一样的概念 不一样的概念 很像说在这个情况的话 他X直接带这个1 你会看到是没有定义 不存在 但是他的limit值 是存在 上面的X平方 当然你会讲说 我直接带 跟limit的值是一样 是对 没有错 上面的那个函数是 这个函数不一样 这个函数 他的limit值存在 但是他真正的值 是不存在 这样子的意思 为什么我们要 要这样子来进行 是因为 在某些情况 那个点的确 是没有定义 但是我们 要找到的是 他趋向于那个值的时候 会得到什么 最典型的就是 趋向于无限大 我们经常要看 趋向于无限大的时候 他会等于多少 但是无限大的 这个数目是不存在的 所以如果你讲说 我要找趋向于无限大的时候 你真正去带 这个无限大进去 这个是违反了 我们的数学的一个理论 所以我们就研发了 研发了这个limit 让你可以 不是去找 无限大的时候的值 而是趋向于他的值 所以在limit上 我们就可以 我们可以接受 这个无限大的这个数目 这样子的意思 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练习题 这个练习题 基本上是 让你做按计算机而已 让你按计算机 所以是 这种题目 如果你要带很多次的话 我建议你是 把整个的方圣 打进去 比如说 2alpha x 加1 然后你不要按等于 你按calculate 他就问你 x等于多少 所以我要拿0.9 他就会告诉你是2.8 2.8 所以我们就打 2alpha 2alpha x 加1 然后不要按等于 按calculate 在shift的下面 对啦 然后因为 为什么可以 为什么这样说比较好 因为你要带 另外的x的时候 你又再继续按calculate 0.99 所以如果是 很长串的 那个formula 你不用一直重打 你就可以 直接按calculate 再按x的值 再按calculate 再按x的值 就会比较快一点 这个是2.98 再来按calculate 0.999 2.998 当然你可以猜到啦 是2.9998 每一次多一个9 再接下去 这个呢 也是一样的formula 所以我们要再按calculate 我们这一回用1.1 这个是3.2 再按calculate 再用1.01 就是3.02 那你就应该可以猜得出来 接下去3.002 3.0002 3.0002 ok 所以列完这个表 请问这个limit的值等于多少 这个趋向于3 这个也是3 所以这个limit的值等于3 一定要整数吗 一定要整数 也可以这样讲 可以这样讲 当然也不一定是整数 可能有时候会变成1.5的 你看啊 1.44 44 49 基本上就是你找一个近视值啦 近视值可能2 3位这样子 大概可以看得出那个trend了 ok 好 那 这个就是在讲的是 如果x趋向于无限大的时候呢 他也可以找到一个值 所以这个为什么呢 我们又要用到这个limit limit我们可以接受的 无限大了 无限大 真无限大或者是负无限大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啦 ok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 例题3 例题3 研究当x趋向于无穷大的时候 那 这个x分之1的 变化 趋势会是怎样 so 当然我们可以从1开始啦 他是从1开始 1的时候呢 他就会等到1 10的时候 他会变成0.1 100的时候 他变成0.01 1000 0.01 以此类推 这样你会看到呢 感觉上越来越大 他好像是变成越来越小 而且呢 好像不会去到负 应该是不会去到负 所以呢 最后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来 当limit 所以x趋向于无限的时候呢 x分之1呢 会等于0 所以这个是被我们当做是可以拿来利用的 可以啊 OK 再来看一下立体2 立体2 如果去 又是一样啦 算Calculator啦 负5 这样这个你去计算的话 他只是多一个负罢了 这上面是趋向于无限 这个是趋向于负5 负5 这个应该是负1 然后负0.1 这是负0.01 这是负0.001 负0.0001 以此类推 当然你也可以讲说 好像也是越来越小嘛 所以这个的值呢 也会趋向于0 也会趋向于0 可以啊 谢谢